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农历新年了 许多人已经开始计划过年回家的各种安排 从上周开始 2018年铁路春运车票正式发售 而这两天 春运节前客流高峰日的火车票也陆续开售 铁路售票进入春运节前的高峰 预计要维持一周左右 好 我们先来看铁路部门发布的一组数据 2018年铁路春运自2月1号起至3月12号止 节前15天 节后25天 共计40天 全国铁路春运互联网售票电话订票同步预售期 含当天在内为30天 厦门地区的起售时间为下午的3点 车站窗口自动售票机及客票代售点同步预售 含当天在内的28天车票 起售时间为早上的8点 全国铁路电话订票统一号码为95105105 开放时间为每天上午的6点到晚上的11点 仅限预定含当天在内的开车前4天到30天的车票 电话订票的取票时间为 当天中午12点前已订车票于第二天的中午12点前取有效 当天中午12点后已订车票于第二天的凌晨0点前取有效 今年的春运啊 我是共设铁路售票窗口153个 其中岛内的厦门火车站设16个站内日常窗口 25个代售点 29台售票机 37台取票机 共有107个窗口 岛外的厦门北站设16个站内日常窗口 20台售票机及10台取票机 共计46个售票窗口 那么今年春运的铁路车票究竟好不好买呢 准备回家过年的人们都买到车票了吗 余孟轩是厦门大学大四的学生 她的家在陕西汉中 这几天为了从互联网上抢到一张过年回家的火车票 于孟轩形容自己是在跟时间赛跑 刚开始放票的时候 然后我就一点进去 瞬间那个票就被抢光了 然后就过了几天 我就跟同学一起嘛 时刻就关注着那个网站 看到有人退票我就立马就抢到了 然后最后我觉得这次还是挺 开始还挺着急的 最后终于看到有退票就抢到还挺好的 很惊心动魄 简直就是跟时间赛跑 余孟轩说她来厦门上学四年 每年寒假回家前 她都会有这样一次抢火车票的紧张经历 不过对于她来说 这四年来买春运的火车票是一年比一年容易了 比前两年我刚来厦门的时候会容易很多 为什么呢 现在我刚回刚来厦门的时候到西安走一趟车 就是K244要回家三十多个小时 但是现在呢又她又加开了一趟Z126 然后回家就只要21个小时 我感觉时间也缩短了 然后就选择也多了 今年在通过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12306网站购买火车票的时候 余孟轩还发现网站上增加了接续换乘和微信支付等新功能 这让她对12306网站多了许多好感 我感觉今年买票特别便利的是 就是那个自动换乘 她会提醒你 我是比如说我是从厦门到西安 中间经过武汉 她会就是如果到西安没有票 她会告诉我怎么样换乘是最方便的最便捷的 然后也是最经济的 然后我就换乘到武汉 然后再换乘另一辆或者是怎么样 然后再换站票或者坐票 就可以安全到家 和大学生余孟轩使用互联网购票不同 河南来下务工的张先生和他的工友们 仍然来到厦门火车站的售票大厅排队购票 虽然票厅里不再需要排着长队长时间的等待 但是张先生和他的工友们 已经连续来这里四五趟了 你要买哪一天的车票 我买六号的 下一个六号 那现在这车票好不好买 不好买 要买到哪里呢 买到郑州 郑州 准备是买他的这个高铁的车 还是朴素的那趟车 朴素的 买朴素的车吧 我来了四次了 来了四次了 我都没买出来 都没买到 那现在可以用手机网络购票啊 为什么不不用 我网上买不到 我网上你 在前面试 항 排队等了十几分钟之后 这几位河南来下的物工人员 还是没能买到2月6号回郑州的火车票 工友老陈手里攥着的几百块钱 仍然花不出去 在采访中 许多前来售票窗口购买火车票的旅客告诉我们 他们也知道在售票窗口买到火车票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他们还是想来这里碰碰运气 毕竟通过互联网抢票 他们更抢不过那些熟悉使用网络的人们 我们对那个网上的也不是很熟悉 只能说勉强混 等到我们点到那里去人家都抢光了 小孩在家要回去看小孩呀那样子 我们这种打工的也没办法 不管是网上购票还是到窗口买票 过年回家的火车票都承载着 每一位旅客对河家团员的期待 那么在互动平台上呢 网友们也发来了自己的评论 一起来关注 我们家在河南新装每次抢票的时候都是很紧张的 经常是放票的时候 刚刷新就显示票卖完了 每年这个抢票都很揪心 不过总算抢到了终于松了口气 我今年没有抢到回家的车票 转车吧又太麻烦了 只好选择坐飞机回家 但是春节的机票真的很贵 要是能多开几辆车就好了 好的感谢网友们的参与 我们稍时休息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2018年的农历新年较晚 因此今年铁路春运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学生客流和务工客流不会重合 这就有利于铁路方面的售票组织 如果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 春运购票的紧张局面是可以在更大程度上缓解的 那么根据厦门铁路方面的统计 今年铁路春运已经有90%的旅客 使用互联网购票和电话订票的方式 只剩10%的旅客仍然选择窗口购票 那么这10%旅客的购票利益该如何保护呢 进入春运节前的售票高峰这几天来 厦门火车站的售票员范静景更加忙碌了 厦门站每天的窗口售票量在4万张左右 范静景和她的同事们经常一个搬下来 都要坐上十几个小时 在售票岗位上工作了十年 小范说每次看到旅客们买不到过年回家的车票 她心里也不是滋味 看到他们买不到票 我们心里肯定也是会很焦急 然后想尽各种办法 想要帮他们查一下 中转换秤可不可以到达 现在还会来窗口购票的 主要是一些不太会使用电脑 或手机APP操作的旅客 对于这样的旅客 很多问题她只能到窗口来咨询 比如列车的停靠站信息 余票情况 中转换秤信息 我们是通过人工查询的方式 解答他们的各种问题 给予他们一些可参考的建议 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 和往年类似 今年春运节前 厦门铁路发往南昌 昆明 西安 重庆 北京 郑州 武汉等方向的列车车票 仍然最为紧张 针对一些不太熟悉互联网 上网条件有限的群体 在春运铁路车票开售之前 厦门火车站面向我市各大工厂企业 先期开展了外来务工人员团体票的预定 目前已经有70多家企业 向厦门铁路上报了各自员工的团体票需求 而在节前售票高峰这几天 到厦门火车站的售票窗口 购票的多数是零散的外来务工人员 零散务工人员不好组团 部分务工人员的返乡日期 又没法提前确定 而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 都是要买几个热门方向的列车车票 重庆方向呢 我们有睁开一趟快四东六八次 这个我们是专队这个务工流的 就是同时我们还有一部分专队对 尤其是困难地区的务工流 就是可以到车站的砖窗上办理 但是有些这个反应过来的 可能还主要是指 可能就是说五座票他们不能接受 那这个我们的能力呢 今年的话已经有一比较大的一个提升了 这个增开了这个重庆 郑州 汉口等 热门方向17趟18列车 同时京庭也增开了20列 会有所缓解 但是可能还没办法从根本上 彻底解决一票篮球的情况 由于目前火车票售票窗口的起售时间 要比互联网售票和电话订票晚两天 因此厦门铁路方面坦言 在节前售票高峰这几天 到铁路窗口购票 特别是买热门车次的车票 买到的可能性已经不大 我建议他们就是说 如果他是临时来买 确实存在买不到的情况 如果他有提前量 早一点安排 这个在21230晚上这样订的话 应该是可以买得到的 他如果自己不会上网购票 可以通过就是身边的人 在工厂一起务工的朋友 请他们帮助订票 还有一个如果确实买不到 还可以采取到福州啊 到南昌啊 这样的大型枢纽站啊 先买到南昌 然后通过南昌 上海再中转到他的目的地 一方面的实际情况是 互联网购票已经成为主流 而另一方面则是 外来务工人员信心面窄 计算机网络操作不熟练 互联网售票比窗口售票早两天 原本是出于保障售票公平方面的考量 然而如今 互联网客观上造成的技术壁垒 却越来越明显 因此从更大的范围看 有限票源在不同购票渠道的分配 怎样更合理 如何保障能力有限群体的 购票机会不被挤占 实际上也关乎整个社会的公共服务 是否公平 有没有专门的像比如社区这种类型 提供帮助协助互联网购票的这种模式 如果有的话 这个是一个可以实施的一个方式 协助来他们怎么来做互联网的购票 协助帮他们来做好互联网购票这个问题 那这个如果能做到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也是缓解他们购票难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究竟怎样才能更加公平合理方便的 让更多的旅客买到回家过年的火车票 我们再来关注互动平台上 网友们是怎么说的 虽然现在互联网购票很方便 但是还有很多人 不会用这种便捷的方法 如果能够开通订票热线 或者预留一份的票窗口 让这些不会用网络的人 也能用比较方便的方式 买到票就好了 我希望铁路方面能够在热门的线路上 多开通一些临时客车 分担线路压力 也希望时间比较灵活的人 可以把自己的行程安排得更好一些 尽量避开春运高峰期 把春节前那几天最顶俏的火车票 留给最需要的人 让大家都能够回家 团团圆圆地过个好年 好的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参与 我们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截至2017年12月28号 最新的铁路运行图实施 厦门火车站每天开行旅客列车74队 其中动车59队 朴素列车15队 厦门北站每天动车组列车175.5队 其中始发中道列车76队 途经列车99.5队 在2018年春运期间 厦门铁路还将继续加开多趟林克 应该说几年来 高铁网络的逐渐完善 铁路运能的稳步增加 给旅客的日常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也让春运火车票难买的现象 在一年一年的好转 不过面对春运这样一个数亿人的流动 要彻底解决春运车票 一票难求的问题尚需时日 在一时还置不了本的情况下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 铁路方面先从治标开始 不断提升售票的人性化 2017年 铁路方面推出取消铁路异地售票手续费的 购票新服务 今年春运 旅客在全国所有火车站站点的售票窗口 购取异地火车票时 无需再支付5元的手续费 这被看作是铁路售票中的一项惠民举措 在全国的所有的铁路窗口购买异地票 这个都免收手续费 我想这个是真正的就是浪力于民 这个更好的增加广大旅客的这个对铁路服务的体验感 同时呢 也使更多的旅客可以更比较这个从容地选择 异地够票 从容地安排好自己的行程 今年春运 在已成为主流的互联网售票中 12306网站上提供的中转旅客接续换乘 动车组列车自主选座 以及微信支付等新功能 更是让旅客在紧张的抢票过程中 多了一些暖心的体验 支付方式的改变 这个让我感觉非常好 以前我们在点互联网购票的时候 常常出现的问题就是 我购了票之后 我要通过一个网关 比如公行或者什么行的系统 去重新点 这个系统有时进入的话 需要将近一分钟或者两分钟 或者实现系统延迟 这个系统延迟非常可怕 我点了票 付不了款 票也没了 今年呢 是跟微信或者支付宝 所谓我们说的叫网络支付的同步进行 这个提升了非常多 等于说你基本上在点到票的瞬间就能付款 这个是非常大提升 在互联网家时代里 铁路部门在互联网售票方面的 诸多便民尝试 为春运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然而科技发展的另一方面 则是传统的铁路黄牛 也从线下转到了线上 现在许多旅客在购票过程中 习惯使用的第三方抢票软件 实际上存在着不小的安全隐患 这些购票软件呢 它一个是有可能泄露你的私人资料 然后我们在窗口也发现 很多旅客他拿着第三方软件定的车票 在我们窗口无法取出 业内人士表示 网络黄牛们利用高配置的电脑和软件 从提交订单到刷出票 仅需要0.2秒的时间 黄牛抢票囤票有利可图 严重影响了互联网购票 在更大程度上保障公平购票的初衷 几年来 铁路12306网站与网络黄牛 不断比拼着互联网技术 始终进行着防范恶意软件 抢占火车票资源的斗争 从技术上我们很难监管 应该来说因为互联网是建筑公平 但是从另外一种我们的实地面上的话 其实对我们的铁路系统 现在要监管在车厢 从车厢来检查 如果是真的要监管黄牛的话 是要从车厢来监管 我们对这个软件抢购的票 然后这个倒卖的情况 公安部门也这个有进行严厉的打击 这个请大家还是到我们正规的 12306网站上购票会比较安全 打击网络黄牛需要在精准制导上 创新方式方法并持之以恒 而与此同时 春运火车票一票难求的局面 得以更大的改善 还应该从根源上着力 铁路部门的运力提升不是无限的 铁老大也需要减压 一方面让客车 私家车 飞机 分流铁路的运力 另一方面让人们能够有时间 错峰返乡过年 而飞机中在春节前后几日扎堆回家 这需要多筹并举 多方合力 我希望就是说 随着我们铁路网不断地完善 能力不断地提高 真正地彻底地解决一票难求的问题 大家都能够从容不迫 非常开开心心地回家 每年春运都是一个全社会的话题 春运火车票难买 也不仅仅是铁路部门一家的事 这难题考验着整个社会公共服务方面 以人为本的智慧与能力 互联网购票大势所居 保障效率也要坚固公平 这需要承担社会管理服务职能的部门 倾听各种声音 对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有充分考虑 并体现在制度设计里 因为社会的发展 公众对公共服务更趋公平 品质更高 必然有新的期待 互联网家时代的铁路春运 依然在路上 好的 再次感谢在互动平台上 参与互动的观众朋友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 撒一撒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登陆厦门广播电视集团 官方微信和看厦门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 感谢收看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